姚文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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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自家泄息市議員一同成立 联合競選總部拉台聲勢 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 人氣好望 笑得何不龍嘴 但憑人氣的闖子還不止一個 周流這天姚文智一連跑六場 企圖穩固綠營基本盤 姚文智的民調 也絕對是現在殺到 最後40天 堅定信心 專烈衝刺 絕對是倒吃甘蔗 這樣好不好 好 絕對要出到最好的勝利 拜託大家姚文智一票 謝偉舟一票 這樣好不好 好 前一天行政院長賴清德 三度替姚文智震台這次 就連行政院秘書長卓榮泰 也到場支持 力挺一位農厚 讓姚文智信心大增 我非常有信心 其實就是三族鼎立的情況之下 我們只要衝到35到40% 其實就是在勝選的邊緣 楊文智選情漸入佳境 面對台北市長柯文哲 持續閃躲辯論 他也六下重化 我想不參加辯論 市民應該群起唾棄 其實不參加辯論是一個可恥的事情 那我認為這個不要拿很多理由藉口 今天請他參加辯論 那他就說時間還沒到 那今天質疑他的這個政策白皮書 他就說那你們的提出來 不要拿一些文字的遊戲 或者是取巧的話術 來面對問題 再痛批 柯文哲 姚文哲喊話回歸民意 才是重點力拼用市政藍圖 跟對手一較勾下 歡迎收看林韋旭李佳華 台北報導